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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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白詩豪都有發現 说这个将是一个公平的调查 而曼哈顿地检官就并没有对此发言 而Al Shepton就预料 这个周末会作出宣布 决定Sanford-Robinstein 会不会继续代表加纳的家人 昨晚在皇后区的大火奪去了两名儿童的性命 而消防队长今天就表示 昨晚的大火起因是蜡烛所引起 大火发生在昨晚大约7点钟左右 在皇后区的St.Alburns一间屋的一楼爆发 消防员到场之后在一个小时左右控制火势 消防员之后发现分别11岁和16岁的儿童 在二楼昏迷不醒 根据消防队长报告 消防员当时立刻对两名儿童进行急救 之后被送到皇后区综合医院 在8点25分左右证实不治 调查人员指出 事发在住屋的一楼和二楼 到无妆烟雾探測器 而在地庫的烟雾探測器就失效 消防局长尼格罗今天就谴责武装 烟雾探測器的家庭 他说这样是非常危险 事实见到无探測器 加上不留意蜡烛的火光 这样就夺退了两名儿童的性命 有消息指说 两名儿童都是独自留在家中的 居住在天台的租客就跳出窗外逃生 有兴伤 而租地庫的两名租客就安全脱离 自从爆出特勤局丑闻之后 特勤局的主任皮尔森引咎辞职 现在一名加州的国会议员就提议 宴阴纽约警局局长布拉顿出任特勤局的局长 加州国会议员韩珍妮 昨天在社交网站Twitter上面发言 他支持布拉顿出任 特勤局局长 他说布拉顿可能不会接受这份工 但他认为布拉顿是最佳的人选 为特勤局带来一个新的文化 去改善现在的问题 韩珍妮的发言人说 韩珍妮计划为布拉顿写一份推荐信 在社区方面 至市政计划对特殊高中入学考试标准进行改革的消息传出之后 引起了华裔社区的巨大回响 纽约州众议员金对石昨天去法拉城华商会报告 他在上星期五和市长白诗豪讨论之后 白诗豪承诺今年特殊高中考试不会造出任何改变 未来即使是改变都会听取民意的基础之下进行 纽约市特殊高中入学考试进行的改革 不但成为亚裔社区关注焦点 还成为政治竞选者的议题 提出各项改革方案 其中包括要按照续分配方式入学 此举造成众多亚裔家长的反对 希望市府维持现行的考试制度 支持特殊高中的考试制度改革的州众议员金对石 昨天到访法拉城华商会 报告他在上星期五和市长白诗豪会面讨论的结果 金对石反映亚裔社区对特殊高中考试改革的意见 他说他支持改革但不是以续续分配方式进行 他希望市政府在改革考试内容之前 应做到与社区民众充分沟通协调 他又说白诗豪承诺今年的特殊高中考试 不会有任何改变 未来即使是改变都会在听取民意之后才会进行 这场社区讨论会 由法拉城华商会总干事杜比德主持 吸引众多会员理事成员到场 并就考试制度改革提出了意见 互相沟通交流 杜比德表示很多政客以特殊高中考试改革作为竞选政见 只是为了争取选票 但他认为金对石的做法和市政府沟通 反映社区民意 也就是民选官员应该有的作为 他呼吁民众在选举日拥约出席投票 以选票作后盾 令主流社会听到亚裔社区的声音 在昨天上班的高峰期时端 带到回接运的七号车 其中一班车在行驶至Queensboro Plaza站之后停驶一个钟 令很多在地铁上的乘客惊慌不已 幸好在最后都顺利通车 在昨天的早上高峰交通时间 七号车的长时间停驶 确实令不少乘客去惊一场 根据当时人陈小姐的讲述 他当时都在一班列车上面 他说他一早在9点钟20分左右登上其中一辆七号车 在行驶至皇后区的Queensboro Plaza站之后停下 很久都没有开车 之后地铁广播说在七号车的中央车站 有人暈倒导致七号车停驶 正在等待救援人员赶到去现场 陈小姐都因此在地铁上等了将近一小时 而且地铁都没有开门 令乘客要在车上等 令赶着上班的乘客受到少少惊慌 幸好之后地铁重新正常运作 地铁是纽约人每日都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 但都因为讯号和调到问题 经常会发生一些交通上的影响 但如果在列车上碰到一些紧急情况 市民可以在保持冷静感的情况之下 看每一节列车上面的紧急情况指南 在列车需要紧急疏散情况之下 带到回接运需要乘客遵守一些简单的规则 以便去到安全的地方 但首要目标是要保持冷静想清楚 然后按照列车职员的指示 本来新闻报已经设立了电子邮箱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 有或者有新闻线索 都欢迎来信和我们联络 电邮地址是sinoTVnews at mrbi.net 多谢收看今天的粤语新闻报道 我们的节目